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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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吃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有着飞着一抱 从往前蹿 感觉会吃饭了 耶 出发 以前我是一个厨房小白 由于生活压力 然后开始学习的做饭 中西结合的烤鸭披萨吧 我看到这些食材呢 我想到了一个菜 红酒 牛肉 土豆 你感觉这个颜色是牛肉吗 为大家切一下看一下 真的特别好吃 我的筷子都停不下来了 这种声音就非常的扭人 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听说可以听起来 妈妈你真棒 我爱妈妈 我就觉得整个心都被融化了 想变成一个非常会做饭的姑娘 结婚生孩子吧 邓大厨 你好 你知道我们收到这么一条信息 范小儿 你好 我是回家吃饭的热心观众 经常看到段大厨 好喜欢他做的西餐 但是他说他想挑战一下段大厨 哎呀 随时欢迎啊 您接受挑战啊 接受 您告诉他您输过吗 以前对人挑战您 我从来没输过 是吧 那你送他两个字呗 欢迎我 咱们两个字找死了 我们看看这位要挑战段大厨的朋友 到底是谁 来 掌声有请 谢谢 段大厨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默默的出来了 首先我是来挑战段大厨的 虽然我的厨艺 肯定没有段大厨那么好 但是 主要还是为了来看看他 那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因为我不好意思嘛 你知道吗 有一点紧张 面对段大厨 段大厨好 好开心认识你啊 你做什么呀 我叫笑笑 为什么今天要来挑战段大厨呢 是你的厨艺非常厉害吗 只能说我厨艺的进步速度非常厉害 以前我是一个厨房小白 现在我是一名家庭主妇 段大厨也认识认识的 您好 您好 段大厨 我呢叫段陈玉 然后我是跟米琴三星从事长一起做工作了三年 然后同年的七十六年阅军 组长 总组长是我 段大厨非常温柔的 放出来这个语气说 你不可能赢了我 对 其实我就是来找死的 这倒是真的 没问题 没问题 咱们今天赢不了有可能是 但是输给这么厉害的打出一点不丢人 对 主要 然后就抱那种学习的心态 万一赢了呢 对 一定会赢的 你擅长做什么 我擅长做那种 暗黑料理啊 就是自己混搭的那种 就是没有一个套路 完全凭心情 对 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 对 所以你们家厨房一年四季只有一道菜 绘菜乱炖 当然不是这样的了 我混搭出来的东西都是很好吃的 然后能够激发你舌尖的味蕾 哦 它是流口水的 看一看 咱们这 反正这这么多东西 你能混搭的什么来 我就用面粉和压架这些食材 做一个中西结合的烤鸭披萨吧 那第一步要做什么 第一步 和面 这都是什么面粉啊 这种是高脂面粉 低脂面粉 有什么比例吗 我一般都用的是1比2.5 低脂面粉是1 高脂面粉是2.5 而且就是说在和面的时候 你看这个面粉已经都配比好了 配比好以后呢 就是这个酵母 我先把它一半盛出来 端大厨 那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拿一个鸡蛋呢 这样您拿过来以后 我正好戴上手套就可以开始和面了 好的 鸡蛋来了 那麻烦端大厨帮我取一个蛋黄出来 好的 我只需要其中的一半 好的 蛋黄的一半 是的 好的 看好了 半个 对 这有难度啊 把它弄破 对 好 好 好 多了 怎么办 没关系 就这样吧 好 好的 因为我觉得上手和面的这个口感 是要比这个 机器做的 机器的 对 要好吃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面已经和好了 因为它里面有这个黄油 所以它不会粘 所以呢咱们就只要把它 包团 对 做成一个团的 然后搁在这个容器里 拿一个保鲜膜封上 自然的去发酵 谢谢灯干厨 给它搁在这 醒 接下来咱们得做馅儿了呀 嗯 不是馅儿 就上面的那个马 菜马 对 菜马 是这样 这个 这个烤鸭披萨啊 咱们先要从烤鸭入手吧 咱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肉剔除下来 咱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皮肉分开 然后咱们现在就是来做酱 来 换个手套 好 谢谢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在超市里 可以买到那种盒装的甜面酱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小秘密了 这个是什么小秘密呢 蜂蜜 就把它跟蜂蜜 和在一块就行吗 当然还需要就是 香油 泰泰勒香油 是泰泰勒品牌的香油 对 香油蜂蜜加在这个甜面酱里面 会让它变得更好吃 对对对 然后我自己搭配的这个比例是 3比2比1 然后呢 咱们就是这个你看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准备什么呢 葱丝 这边已经可以了 咱们就直接把它关掉 对 好了 这个酱蒸好了 好了 对 它有点糖 但是你可以闻一下 甜味出来 对 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 给它往上面吗 好的好的 那我先看一下这个发的面 但是是这样 因为这个发面的过程比较久 然后我提前按照所有的食材同比例 然后呢 准备了一块已经醒好了的面 是这个吗 是的 你看 这个发的好大 它就这样就是 咱们把它揭开 能够明显的开了这种蜂窝状 而且能有弹性 你可以按一下 好软 对 它撕开之后呢 里面会有明显的蜂窝状 是的 好 同时我先把烤箱给您开一下 好 谢谢 多少度多长时间 200度上下火 对 然后呢 先把这个饼坯啊 咱们要先进去预热一下 大概成了一个形以后 再往上码这些所谓的菜码 所以呢就是你看 咱们这样把它和一下 因为就是自家做嘛 我一般都习惯于 用手把它弄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形状 往这个饼盘里搁 然后你看咱们现在把这个饼盘拿过来 咱们要在这个披萨盘呢 都是要先刷一层油 行那刷一层呗 好的 那这个又够了 对一点点就够了 好 盛州白金优选食用调和油 是我们节目的指定用由盛州卫国人制号油 然后呢 咱们抹完油以后 要适量的撒一些面粉 一般咱们不是做包子 叠不点薄面 薄面 薄面 咱们要把这个面团取出来 咱们取适量的面团呢 然后就把它在手上揉匀 在外面做披萨 都是要把它铺平以后 这样擀 就是那个师傅 就与他一直 啊 对对那样去擀 对 然后看一下这个面 现在已经 飞上劲了 就是你看它这个弹性 但是呢 我一般都会用手搓 然后把它搓成一个 就是大致圆形的形状 其实它是很不规矩的 然后把它填到盘子里 然后现在咱们需要一个叉子 然后呢咱们就把中间给 多多多多 对 插上气口 揉它干什么 是因为它有这个气口 口感呢 也就跟旁边的这个很饱满的 这种胖嘟嘟的这一块 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样大概已经做好了以后 咱们应该先到这个烤箱里去 然后再帮上填这些鲜料 先烤一下这个面 对 因为咱们的食材都是熟的嘛 是的 等我一分钟 你有评选过去在你家里面 孩子最爱吃哪一个你做的 肥牛类的 家里孩子这么爱吃肉 就哪个做的 如果还有机会来的话 我给你们做梅菜扣肉吃 梅菜扣肉吃 扣肉吃 真的五花肉 自己切片 自己马爬 买了梅干菜以后 自己洗自己做 每次都是把它做成一个 玫瑰花的造型 嗯 披萨饼披已经差不多 就可以你看已经发起来了 对 咱们就可以先刷一层底价 然后咱们呢要记住就是 先要买瘦肉 买完了以后咱们就把这个奶酪碎放上 然后要再刷一下酱 然后最后咱们呢 白葱丝 给它提个味儿 然后咱们现在就把它搁回去 继续烤 我们接下来让它烤多长时间 十分钟 孩子一般会怎么来夸奖你做的菜 妈妈你真棒 我爱妈妈 嗯 我就觉得哎呀整个心都被融化了 就开了化了 对对对 那种感觉 孩子 家人 在外面上学的 忙碌的 然后每天都期盼着 哎呀我得赶紧回家 是的 我得吃你做那顿饭 而且呢我就觉得就是说 孩子长大了以后 他可能就不愿意回家了 然后他就会跟朋友在 谁叫孩子长大了不愿意回家 不是就是 他又上学 会跟朋友去外面聚餐 比如要周末 我经常会设想 如果我儿子长大了 他可能就说 你们可以来我们家吃饭 我妈妈做饭很好吃 现在还多大了 两岁八个月 两岁八个月 你都想到了才十七二十岁 对呀 对呀对呀 因为闲来无事的时候 可以想一想的 这个不行 但我觉得这个好幸福啊 就是所有的新女性 应该在工作 努力为社会做贡献 努力 让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 为家庭应该所付出的一点点 对还是应该要回归家庭的一些 对对对 这让我总结出一个道理 如果想变成一个非常会做饭的姑娘 结婚生孩子了 咱们这个饼也差不多要好了 咱们这个饼也差不多要好了 好了可以出炉了 带下来 对 勾到这儿吧 看这个从外 那怎么把它弄出来呢 我可以教一个大班特别简单的一个 不是就这样给它盯出来 对呀 勾这么麻烦来 拿点放上去 对 直接出来了 我帮你切还是 您来吧 没有问题 取下来切 对 你可以捏一下它 它的口感有点像面包 你可以捏一下它 真的 真的很好 又有酱香的味道 又有黄油的那个面包的那种香 外表非常的酥脆 里面就是软的 香味不变了 是的 你知道吗 咱们一般不是吃烤鸭吗 吃完之后呢 搁在那一会儿烤鸭凉了 就皮了就不脆了 但刚才咱们又烤了一下 就皮依然还非常非常脆的感觉 对 美食有鲜味生活更有味儿 太特的调味品 喊您回家吃饭 首先要高低筋面粉的配比 1比2.5 适量的酱母发酱 制作饼坯的时候 不管是派盘上 还是在披萨盘上 刷上油 撒一些干的面粉 甜面酱和蜂蜜 芝麻油的配比是3比2比1 上锅蒸水开 上汽3分钟即可 把饼披 还有馅料都放在一起以后 均匀撒上葱丝 搁到烤箱里 10分钟即可 我看到这些食材呢 我想到了一个菜 红酒牛肉土豆 红酒牛排牛肉 我们经常吃 但是加土豆好像挺老北京的 就像中吃的一样 土豆牛肉一样 但是我们用中吃的食材 做成西吃的感觉 中期结合 来呗 好 第一个咱们选择牛肉 这是牛肋条 就是那个贴骨肉那块 对 贴骨肉那块 不喜欢吃特别软烂的牛肉 喜欢吃能嚼的 然后这个把牛肉切好 然后用红酒泡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窍门 泡一天到两天时间 时间稍微有点久啊 就是 预计明天吃什么 后天吃什么 那咱们今天这么泡着的话 最起码得后天 已经有带好的牛肉了 但是 是这样的 我拿大家看一下 有人会 这个颜色怎么会这样的 这个是刚开始泡两天之后 会变成 这个颜色 就感觉这块肉有毒 粉色 不像是牛肉 紫色的 对 你感觉这个颜色是牛肉吗 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 看 红色的 它就是把红酒泡进去入味 酒香味非常非常的浓 有一点酸酸的 葡萄的那个发酵之后的酸甜 那我们这个就搁在后面 让它泡着呗 就一般搁冷藏里面 对 保鲜就行 好 这个准备好了 下一步就是我们会给它拿面 蘸好去煎 这边准备好了这个锅 然后我们就开始炒了 然后其中还有一个食材啊 特别有意思 就是这个 腊肉 这边两个锅同时烧 这边就小火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锅烧好了 就搁点色拉油 家里用搁点色拉油 然后这边有搭蒜 然后把这个甜肉搁进去 因为在家里的时候有火 然后不好 这边火也烧好了 刚才咱们说的面粉 在家里的时候有盘就搁盘 没盘就稍微搁一点点 拿面粉干什么 其实呀 有一个小盒把肉保护住了 然后炖的时候会粘稠 哦 也不会让肉的血身速度出来 对 你看这边的鲜肉 它的香气就出来了 然后这边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这边呢 火也温度差不多了 然后直接可以搁进去 麻麻味 有的时候会搁一点点黄油 它也是一个提的香嘛 但是黄油里边含牛奶 它会让它速度的搬糊那种感觉 所以说温度要低一点 你看它的颜色挺善良 然后这个颜色看 煎的这种焦焦的颜色就可以了 然后同时我们会做一个香料 在家里边有时候会做一个香料包 但是我们做了一个西式的和中式结合的 用香叶 香叶 百里香 有人用回香 回香嘎是什么 叫回香嘎 回香嘎 回香嘎 就说百里是葱姜蒜一样的 就拿一片香叶 如果加了硬的水煮一下 然后再搁一根葱 就这个简单拿一根葱 拿一根绳 你还真是心灵手巧 就弄得这个小工艺品一样 然后直接放进去就ok了 然后这就是刚才咱们泡完牛肉的那个红酒 拿那红酒煮这个牛肉 直接把它放进去 还有一个煮制的过程 原坑化原始的 就用原来它的酒煮它 然后尽量在这锅里煮开它 然后放进这边的锅中 我想问一下笑笑 你当时在家天马行空 就野兽派出现做红酒牛肉怎么创意的 我就是自己做酱牛肉 做酱牛肉做做做 我就说这个一大锅的酱汁 我说如果要换成其他的怎么办 我就在网上查到 比如说红酒搭配牛肉 然后红酒炖牛肉 这怎么搭配 当时我也不会 炖完以后 牛肉不但是又梗又柴 咬不动还是酸的 特别酸 对 有的时候生活 我们特别的努力 但是依然会失败 那怎么办呢 接着再努力 对 百折不挠 越势越勇 你知道吗 好咱们这个红酒开了 开就可以往里喝了 然后这边火点开 连汤再去 一块儿喝进去 然后这边呢我们会加点水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加点小西红柿 为什么有人去管这罐焖牛肉 就是拿一个罐状的一个罐 然后再焖 就像咱们说的砂锅 那接下来时间我就漫长的等待吧 因为刚才吃你披萨 垫了一点 然后这个咱们等个两个多小时 好的 好的 我现在都已经听出了一种 它快要熟的声音 现在就差一个环节 把土豆放进去 它怎么变得这么粘稠 变成了粥 这就是跟刚才咱们面粉 把那个牛肉蘸的面粉 裹入之后出点粘稠 然后最后一下 我们让巴黎遇见老北京 对 土豆 嗯 土豆 嗯 我们拿什么成呢 拿一个也是罐门 一个小罐 嗯 然后你看我们正常里面 爱吃蘑菇有蘑菇 然后爱吃牛肉 有瘦牛肉 你看这就是牛上那个 牛肋条那块 还有小兴趣 哇 我真的就让大家听这种声音 这种声音就非常的诱人 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听说可以通常 嗯 这个是包塔花 我们一个做一个装饰 还有一个呢 我们会有一个 这是超过水超过的 理想的是分数搭配 就搁在盖里 对 嗯 这样就成了 可以了 凉半剑油 美食有些味儿 生活更有味儿 太大的调味品 还您回家吃饭 红酒土豆炖牛肉 巴黎遇上老北京的味道 先选精选牛腩 切成四厘米左右的块 然后用红酒 泡制一天到两天时间 煎的时候把牛肉用面粘裹 然后用锅去煎它 炒这个汁的时候 我们就先用咸肉 小的洋葱 芹菜 胡萝卜 蘑菇 一块给它炒至炒香 然后把我们煎好的牛肉 喝红酒一块炖一下 搁到这个锅里 加上一倍的水炖制 两个半小时就可以了 鲸鱼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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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 走开了啊 一家人又有鱼又有汤 其实我们平时在吃田螺的时候呢 最担心的就是脏 今天我的这个每一个不丑 观众是说清楚 吃的浑腥 炖了那么长时间了 依然有非常非常浓的红酒的味道 软软的 就是像画在嘴里一样 非常非常好吃的酒香的味道 就是那种酒已经完全渗透在 每一个肉丝当中的感觉 因为这肉非常烂 我好像停不下来了一样 你吃呗 我觉得今天要奖励这位智慧妈妈 对 跟我开启了一个路子 就要走一步算一步 今天我觉得感觉 看似随心所欲 看似走一步算一步 但是每一步当中 又加了自己常年的经验 和生活的一些小智慧在里面 最终的结果就是 随意做了一道菜 但是这道菜好好吃